于谦和老郭搭档已经二十多年了 默契程度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台上只要老郭递过去一个眼神 于谦就知道要怎么说 而就是这样一对解决亿万网友失眠的铁搭档 最近却传出两个人又是闹矛盾又是要裂血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原来于谦发表了一个动态 50岁了换个工作有可能吗 并且配了一张小矮马跳过了一个槽 这摆明不就是想跳槽吗 一时激起千层浪 众多网友纷纷猜测 于谦这是要离开德云社吗 还有网友调侃 是不是郭德纲又打人了 甚至还有人在那里劝 两口子凑合着过呗 还能理咋的 俗话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虽然德云社家大业大 于谦虽然是个顶梁柱的存在 不过也是德云社的一名员工 只拿属于自己的工资 没有一丁点股份 说在德云社当中你是不占股份的 只拿工资 现在也没有股份吗 没有 我为什么要拿股份 我凭什么要拿 我一会儿推个卡点的门 你得给我点股份 那不一样 凭什么 我一推门就让人拿股份给我 除了股份 对德云社的发展和决策 于谦更是从来没有插手过 虽说于谦淦淡薄名利 但于谦所在的位置 无形中给德云社埋下了隐患 即使离开德云社 也不会有太大的愧疚之情 不过如果于谦真走了 那损失最大还不是德云社 而是观众 以后大家再也看不见 郭德纲和于谦这组搭档了 以后在零睡前 也只能听一听老段子了 其次是德云社 虽然目前德云社有 岳云鹏 张云雷 秦潇贤 孟和唐等红透半边天的绝儿 不过要说到台柱子 还得是郭德纲和于谦 于谦在拳圈内 可是有相声皇后的美誉 捧跟水平在行业内是数一数二 如果真的离开德云社 于谦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因为他不仅是一名演员 歌手 还是马场的老板 摇滚协会副会长 可谓是一个斜杠中年 毕竟男人四十一枝花 五十身体 顶呱呱 不过有人管于谦 叫做于谦老大爷 但是这个地方各地称呼不同 有的地方是形容七十八十的老头 有的地方大爷是爹的意思 这里的谦大爷是什么意思呢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 随着事情的越闹越大 很多粉丝都去找 德云社的内部演员求证真相 在鸾云平副总开直播的时候 有网友提出了这个问题 鸾怼怼笑了一下 当场辟谣了 关于于谦和郭德纲烈血 于谦要离开德云社的八卦 称于老师并没有真正的跳槽 不过是接了一个商务计划推广 说的简单点就是接了一个广告 不会离开德云社 那么于大爷为什么这么说呢 网友也顺着蛛丝马迹找到了要跳槽的对象 原来是某地图软件请于谦老师去宣传 该公司还特地给于老师准备了一个公位 位置上放有说相声的毛巾 醒目折扇霸卷 连电脑壁纸都是郭德纲 上面写着YYDS永远的神 电脑的贴纸也用了于谦老师烫头的卡通形象 旁边赫然写着几个大字 谦大爷专作 茶杯上写着 哪都熟协会会长 看来主办方也是很用心了 如此来看 谦大爷应该是为了节目效果 特意说自己将要跳槽 之后谦大爷还和品牌方举行了线下活动 一起推广于谦这个 哪都熟导航语音包 活动上于谦表示 没想到一把年纪了 还能入职互联网公司 还是挺新鲜的 此外在线表演的即兴相声中 还吐槽郭德纲私下生活状态 称老郭性格比较孤僻 不爱交朋友 不爱出门 整天就喜欢在家里闷着 生活也由他的保姆 爱人 徒弟照顾着 出门吃上一顿饭 愿意花四个钟头找饭馆 理由竟是花钱了就要吃对胃口的 但只要一看见女演员 就走不动道了 这种爆料可以说是非常真实 除了参加这个活动 还有网友称 于谦将在八月份拍摄电视剧 这次不是演员 而是当一个导演 可能也是在为届时的电视剧的开机仪式 提前制造一些热度 本来这件事情无可厚非 但是德云社最近好像经常制造内部矛盾 来作为噱头 从而博取眼球制造热度 德云社的粉丝那么多 这种八卦自然能带来流量 不过频繁的使用 怕是会慢慢消耗掉自家人员 对德云社的粉丝来说 这样的文字游戏就跟狼来了的故事一样 一字两字大家还信以为真 但是字数太多了 大家慢慢的也就不在意了 就好比之前烧饼发文 信誓旦旦的要挑战卵云平 称自己争取在三十岁之前当上副总 消息一出 很多粉丝都以为徒弟之间又发生内讧事件了 就来一求证结果就三字逗你玩 两人在私底下的关系好着呢 在风香的演出上还说了一个节目 挨图而图 很多粉丝都称自己被忽悠了 除了上面两位 还有一个就是月云鹏 曾经发文称 不知道德云抖销社在哪一天播出 月云鹏在德云社什么地位 拍照都要占C位 能不知道这个消息吗 之所以这样说就是让大家误以为他被排挤了 还让网友形成一个讨论 在德云社龙字科招生的时候 月云鹏还称自己想改个名字 除了月云更还能叫什么 网友们也是费了很大的心思 起了不少的名字 结果还没过一会儿 月云鹏就发了一个广告 说自己叫月云坤 网友再一次感觉被戏弄了 纵观德云社的目前布局 未来的核心估计在影视剧这一块 毕竟小剧场挣一年的钱 还没有一部影视作品挣得多 老郭在弘扬传统相声的同时 也是一个懂得营销的精明商人 肯定是哪一块挣钱往哪一块做 又是电影又是情景剧又是综艺 德云社正当红的几个角 好作品经典作品还没有创作出来几个 就都投入了影视行业 比如前几天德云社的孔云龙突然宣布 自己将缺席13号到18号的小剧场演出 感觉自己很对不起大家 之后的节目单也从原来的六个变成了五个 消息一出引发很多购票网友的不满 因为票都提前买好了 本来就是奔着孔云龙去的 现在不仅没得看了 也不能退票 不能转赠 有网友表示很无奈 因为很多人看相声就是奔着绝去的 那么孔云龙去干嘛了呢 有网友称 好像在德云抖笑社的录制现场 看到了孔云龙的身影 还有网友称 可能是录制的时候受伤 在医院治疗 所以来不了 退一步说 即使孔云龙不受伤 天天去综艺上奔波 回头再上小剧场的时候 难免也会无精打采 精神不足 演出效果不尽如人意的话 那些买票的粉丝和观众会怎么想 如今的德云社像高峰一样 踏踏实实的 在小剧场打磨相声的太少了 目前德云社最红的几个演员 都开始朝着综艺和网剧方向发展 因为德云社也正式成立了 德云影视公司 目前正在筹拍 由孟和唐和周九良主演的 北伟陆甲一号 所以德云社正处在转型阶段 正在逐步向演艺圈发展 十几年过去 老郭也终于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人 毕竟有成百上千口人要养活 这也是德云社目前的一个困境吧 与此同时 那些德云社的老观众 慢慢的都开始脱离粉丝群了 在后面捧的更多的都是 那些喜欢看帅哥的小妹妹们 不好好说相上没有新作品的德云社 最后该何去何从呢 对此大家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在屏幕下方留言评论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江山父老能容我 点个小赞让我活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